155年的C200 原车带一间起动啊 蘑菇头的 原车带一间起动呢 升级手机控车 把这个三雕板护板 从这掰开 底下这个护板 三个螺丝拆掉 拿下来 把这个方向 这个扣扣挡板 拔出来 把这个方向盘的三个 四个大螺丝拆掉 这个方向盘就可以 方向柱就可以拿下来 往旁边可以左右摆动了 取这个锁头 就是要把这个四个螺丝拆掉 把这后面 它有两个小扣位 一个这里 一个在这个地方 还有在这个地方 摸出来 它是有点高 有点长的 捏住它 把这个锁头往里面顶 就可以抽出来 抽出来之后 把这个插头拔掉 因为带这个插头 你是拿不出来这个手头的 把这个手头拔掉之后 手头在里面 可以晃动了 把这个方向盘往一边摆 往上面举 这里出现一个空口的 可以把手头取出来 取出来 反正比较麻烦 这个手头 剩下的就是空调 空调面板的拆装 先把这个扶手枪 这里有个卡板 拿掉 把这两个螺丝拆掉 拆掉之后 这个护板就整个就可以 全是扣的 就拔出来 空调插头 大概在这个位置 在背面 在这个位置 是一个白色的 就这样 一个白色的 白色三拼 三拼的 这个操头对插 然后总线 总线操头 是在这个锁头后面 转接的 做成转接的 然后锁头后面 这根线 我们是 把这个锁头取出来之后 我们把这个拿个列子 把这几面扣 扣出来 想办法把这个塑料的 这个盖板 取出来 把我们那个顶针板 放到这里面去 放到这个散热片底下 然后再把它装回去 顶针就会 就会顶住 这个锁头主板的 对应的位置 然后我们有一条线 从这个旁边引出来 也是从里面 扫出来之后 接好 就锁头后面 有一组总线 一条那个控制线 剩下的一个OBD 它都对它 然后再次一个空调 它都 然后回避器要焊接 它原车的100用戏 焊好之后 过进到回避器里面 用脚步把它包好 不要让它在里面晃多 另外一个这是手机模块 手机模块 一般放在车子的底面 它不是这种地方 然后这边尽量朝上 不要有金属物遮挡 炸带炸好就可以了 低频天线 很多人不是很 低频天线 可以 这是三项车 可以放到前方的 这个位置 铁的副驾驶 这个位置 或者你不觉得 这个不好看 你塞到这里面 也可以 尽量贴在这个顶棚这边 不要贴在那个 铁上面 贴在铁金属屋上面 它会影响 它会有一些摔击 这边也是一样 假如是SUV 就是前面放一个 后面那个 后面那个高位烧车灯 那里放一个